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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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宁见过父亲 母亲给二老请安 回来了就好啊 宫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赶快跟爹和娘说一说 你这丫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得先跟家里知会一声嘛 你知道我和你娘 还有你姐姐 有多担心你吗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宫里那么多的半毒 为什么偏偏就是你出事呢 你是不是该问问他 他自己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好了 我不是再问呢吗 我就说嘛 当初就不赞同你进宫 以你的脾性 只会惹事 胆大妄为 你看 现在出事了吧 怕了吧 我常常给你叮咛叮嘱 要好好守宫里的规矩 你呢 只会当耳旁风 我说二姑娘 你能不能顾惜顾惜自己的小命 不要让全家人都为了你操心担心 你让我省省心吧 在母亲眼里 便什么都是我的错吗 您还真是每一次都会出乎我的意料 有你这么跟母亲说话的吗 好了好了 你这什么态度啊 不要说了 行了 宁儿 你刚从宫里回来 一定累了 先回房休息去吧 来 送小姐回去休息 你看看她 你看看她什么样子 那好啊 你少说一句 你瞧瞧 你瞧瞧这两个人 这是猫和老鼠 还是老虎见着猪啊 非要吃掉一个才算完哪 母亲 来了